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夜夜独寻梦里人 空旺流水随春去 名利似转棚 盘旨间 几回生死 多情长恨无情客 行为是 终日失头 齐公子若喜欢常人归房 该去万春阁找乐子才是 一枚 你逃不掉了 本座从来就没想着逃 倒是你 怕是跑不掉 他们并非寻常的木偶 五百年前 本座就是被这么造出来的 为了练就这手艺 本座可是花费了很多功夫 是你偷走我的魂镜 你到底有何举行 弹指间 几回生死 至此很适应景 魂镜也好 木偶也罢 凡人 是生是死 又与这俗世的躯壳 有多少相干呢 不必在这里打什么亚密 赶紧把魂镜交出来 束手就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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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事 回禀大掌柜 一梅的行踪 在下查到了 一梅行踪诡诀 你怎又能查到呢 我作为天纲殿的总统帅 查到逃犯的下楼 又有什么奇怪呢 逃犯该查 作为总统帅 是不是也该查查家贼呢 家贼 我问你 一梅逃走 小轩魂镜失窃 这些事 真的和你没关系吗 我已派地煞殿的人 全面搜查 你当下说实话还有机会 我来向您通报 于公于私都是一番好意 没想到 反倒成了被审问的嫌犯了 大掌柜不信我也无妨 只是您的宝贝孙子 估计很快就会没命 小轩怎么了 果然只有齐小轩 才能让奶奶对我的话上点心 您惦记着家贼 怎么就想不到 这一切可能是一梅背地里所为呢 一梅现在何处 都城西北角 玉阳山的庭院 去地下殿同志二掌柜 让他率队前往玉阳山 我和燕然现在就过去 是 你别动什么鬼心思 耍什么花招 看来奶奶对我的成见很深啊 不如您就安心在此修炼 我去收敛那少弟弟尸身就好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那么好